好 一起来抓色狼 在台北有一名女子呢 今年初在公车上 碰到了一名色狼偷袭她 她很生气 没想到冤家路窄 昨天晚上她又碰到了这名色狼 还是在公车上 这次呢 她是要偷袭旁边的女生 而这名女子认出之后呢 立刻拿出手机来搜证 她同时也向这个前方的公车司机报告 大家联手 这次终于抓到了这名可恶的色狼 一看到镜头 立刻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过仔细看 她的双手还凶 右侧的手其实刚才正在骚扰旁边女乘客 看过她三次 我发现她上次 三次一上车的时候 手就会逼这种动作 就是右 都是用右左手 就是这样逼着 然后就是等女生不住的时候 就一直摸 被发现后 色狼乖乖把手收好 边讲电话 若无其事打算下车逃之夭夭 两名女子怎么可能放过她 立刻冲到前面 告诉公车驾驶有色狼 阻止她下车 刚好旁边就是派出所 正一姐冲下车报案 警察立刻赶到将男子当场逮捕 我把我包包站往前 放我的脚上面的时候 她还是一样 就是有痛苦让我 然后后来我就用我的余光 瞄一下她的手掌 就是她的手掌是 就是将 伸直的状态 她好像发现 我有在看到 好像也不觉得没什么 然后之后她真的要摸 就是她有摸了 已经摸到 我就看到 我就马上要拍 我就当她的面 就直接录影 我刚才讲说 我已经录影了 你小心一点 然后她就马上起身要走 原来这已经不是色狼 第一次在公车上 投摸女神胸部 今年初 正一姐其实自己也遇到过 当下认出色狼 立刻拿起手机搜诊 人情供给她很勇敢的 当时那个女生是 说车上有色狼 她要下车 我真的停下来 幸好正一姐建议勇为 又够激进 勇敢救出魔雄色狼 别再让其他女乘客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就需要茶米杨蓉特报导